微图手机曾经很贵 我上网查一下 说一万的也有 说十万的也有 所以也没个定数 如果哪位观众恰巧实力雄厚 当年曾经用过这个手机 不妨评论区说一下它这个价格 我们先开机体验一下 有钱人的生活 非常的优雅 然后共同菜单是非常的眼熟了 这是诺迪亚这套东西 不过它这里边多了一个微图服务 可能是给尊贵的VIP客人预备的 还有区别就是 下面这个位置多了一个快捷键 私人助理 然后外边有个屏幕 上面是个表 侧边朝下拨 自动弹开 非常的优雅 同时这个键 它还是个音量困制键 可以上下调节音量 设计还是不错的 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应该不是个假货 挺有质感 这边皮革 这个位置 打开 打开之后旋转 后边这个盘开 优雅优雅 看一下里边的细节 这个不同位置的螺丝长短是不一样的 这个装的时候还需要操心 继续拨号键盘 这个周边的盖板 这里边给人的感觉是脏脏的 然后拆下边这部分 继续这个皮质的装置盖可以下来 里边应该还隐藏了天线 继续这下边隐藏了两颗螺丝 底下有个风火轮的标志 非常的哪吒 两边这个固定的金属装置和它是分离的 然后这里边有两个触点 不知道是天线还是松化器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功能 然后下边拆完了 该拆后脑勺的 这部分 继续摄像头旁边的小盖子 闪光灯的小盖子 左上角机成的闪光灯 继续断开上下屏的连接线 看一下和200块钱弄机主板有什么区别 振动马达 还有一根毛 自动开盖和音量控制键 继续屏幕部分 继续屏幕后 OK 屏幕部分 小屏幕部分 后面上大师的金屏幕签名 大师的名字叫2813111 上下部分的线路板 OK 看一下所有的人家 它这个手机全都是小灵链组成的 所以说做的时候皮肥区的人工 那么多螺丝 但是它有切点 你看周围面上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灰尘 这个东西 防尘做的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你看它这个角度里边都是一些脏东西 不过防防面面细节做的是真不错 还是贵有贵的道理 多少有点道理 你们说一下 你们说一下 这个东西卖这么贵 有道理没道理 然后经典倒放完结 我再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倒放回去 OK 搞定 装回去的目的是为了换不锈钢盆 就这样吧 微涂手机